美国总统川普台北时间19日上午刊登图表 川普指出拜登在得知输得很惨的时候 11月4日凌晨3点42分 却突然收到14万3379张的选票 令人难以置信 川普竞选团队要求重计该州两个县的选票 并发出声明表示 威斯康辛州存在所谓的非法更改邮寄选票 非法发出邮寄选票 政府官员提供非法建议等规避审核选民身份的行为 川普团队重量级律师林伍德17日接受广播访谈时表示 这次总统选举完全是一个骗局 民主党大规模选举舞弊被抓包了 他说相信川普赢得全国70%以上的选票 也赢得了超过400张选举人票 在11月17日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社交媒体 进行言论审核的听证会上 共和党参议员获利和脸书执行长祖克伯当面对职 并展示了一份脸书内部系统TASKS平台 使用过程中的屏幕截图 指出脸书使用内部系统与谷歌推特等配合 对个人网站账号进行言论审查 但祖克伯拒绝提供相关清单 美国总统大选中广泛使用的电子投票机 成为选举舞弊争议的焦点 但早在2018年4月 纽约时报观点就曾对电子投票机 容易被骇客入侵等问题发出警报 并发布专家模拟影片 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 吉利主张电子投票机必须放弃不用 新唐人亚太电视这里报导